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精卫却唱起反调 公开叛国 汪精卫和陈碧君把自己的前途 命运记在了日本人的身上 汪精卫从爱国青年到中国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在这巨大转变背后 妻子陈碧君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汪精卫和陈碧君无不显露出他们对权势的流量 最终成立傀儡政府或国殃民 汪精卫为何执迷不悟 是利益趋势还是另有隐情 答案为您激励汪精卫陈碧君探见夫妻的不归录 1938年11月 重庆汪公馆 一个男人在书桌前来回的踱步 桌子上的那些文件放在那已经四五天了 文件上的那些条件 他到底能不能答应呢 自己干了半辈子的革命 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些文件被人一辈子骂成是卖国贼 汉奸 他实在是拿不定主意 这时候 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他啪的一下 关上了门 只听他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还犹豫什么呢 只见这个中年妇女走到书桌前 突然变得言辞犀利起来 说 难道做汉奸你也甘于做第二把交椅吗 女人这话一出 书房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番 两人同时陷入沉默 第二把交椅这句话 似乎是踩中了男人的痛楚 只听男人说道 决定了 决定了 也就是在这个决定之后 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 就要粉墨登场了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 那个男人就是汪精卫 而那个嘲笑他 连当汉奸都要做第二把交椅的女人 便是与他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 陈碧君 照片上的这两位就是汪精卫 还有他的妻子陈碧君 汪精卫当然并不是在犹豫 他是否要投日 他是在犹豫 1938年11月这个点上 是不是投降日本的最佳时间 而在妻子陈碧君看来 你要再犹豫 当汉奸你都排不上第一个 可是当汉奸的事 哪还有抢着干呢 除此之外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什么原因促使汪精卫 这个早年间 奔走革命的热血青年 到后来沦为了臭名昭著的 大汉奸卖国贼 是他本身就贪得无厌 奴言蔽息 而他的妻子陈碧君 又在汪精卫走上投降日本 充当卖国贼的道路上 起到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说也许这种转变 从1910年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风时 就开始了 1909年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 发动的八次反清起义 相继失败 王精卫等人寓意一死激励革命 计划自杀摄政王载风 但是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 最终流产 在这场失败的暗杀行动中 王精卫和一通前去的黄辅生被捕 王精卫等人被判了撕缓 关了没多久 武昌起义后 清廷宣布开放党禁 于11月6日释放王精卫 出狱之后 汪精卫凭借着此次刺杀行动 赢得了声望 很快就成为了京津一代 同盟会的领袖 然而此时 在肃亲王善奇的劝说下 汪精卫的观念 已经发生转变了 从那时起 汪精卫 这个曾经热血的革命青年 开始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 放弃武装起义 主张和谈 王精卫出狱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兑现承诺 迎娶陈碧君 1891年11月5日 陈碧君出生于马来西亚乔治市 陈碧君的父母 都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商人 1906年 孙中山为了传播革命思想 到马来西亚乔治市 建立同盟会组织 并筹集革命资金 陈碧君的父亲 陈庚基 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 孙中山的回报 则是尝寄一趟民报 陈碧君也经常会跟着一起看 简简的 民报上一个笔名叫 精卫的作者 引起了陈碧君的兴趣 因为这个精卫文笔很好 阐述观点也很鲜明 陈碧君想 这个满肚子知乎折夜的精卫 一定是一个长着胡子的老头 有一天 陈碧君在街道边上 看到有一群人 正围着一个临时搭建的台子周围 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 因为围观的群众更拥挤了 而让16岁的陈碧君 走不动道的不是拥挤的人群 而是台上的那位男子 该男子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标准的板寸头 这可是当时最潮的发型 如果说穿着外形 已经在陈碧君的心中 打了个满分的话 那他的长相更是让陈碧君轻信 陈碧君当即就打听 这个人是谁啊 当得知他就是报纸上的精卫的时候 陈碧君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之后他还打探出汪精卫的本名 叫汪兆明 从此之后 陈碧君就成为了汪精卫的超级粉丝 为了懵懂的爱情 16岁的陈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他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 尽管那时的他还不能理解 革命二字的真切含义 陈碧君对爱情的追求 首先让父亲陈庚基反了仇 平时性格孤傲的陈碧君 开始经常问父亲陈庚基要钱 每次要的还不少 说是要给同盟会捐钱 还鼓动他拿出所有的积蓄 来支持革命 陈碧君甚至不顾陈庚基的反对 解除了一门门当户队的亲事 陈碧君不惜背井离乡 与父亲反目 却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陈碧君给汪精卫写了好几封求爱信 被一再拒绝 理由都是革命不成功 不考虑结婚 终于在1910年这次暗杀宰封的行动之后 他看到了希望 王精卫讲解时多年明正暗斗 拿来了一篮子鸡蛋 这狱卒怎么会这么好心给汪精卫送来鸡蛋呢 死陪 这鸡蛋里一定有蹊跃 原来这一篮子煮鸡蛋里有一个 你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他是站在一起的 刻开里面是一封陈碧君写给汪精卫的书信 原来陈碧君早已经逃出了北京城 听说王精卫被捕 他又回来了 于是买通狱卒给王精卫捎来书信 告诉他自己决心要救他出狱 而王精卫则回复给他了 五字血书 劝他勿留经假货 陈碧君得知 王精卫为了避免麻烦 吞咽下了他的那封书信 陈碧君觉得他向王精卫施爱的机会 到了 于是另一个藏有纸条的鸡蛋 就被送到了汪精卫的手上 纸条也是陈碧君亲笔所写 内容是 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枪阻挡 无法见面 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 却能穿过厚厚的高枪 我将遵从你的忠告 立即离开北京 不过在此之前 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 你我两人 以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 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 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 你看好吗 很快 陈碧君就收到了汪精卫的回复 只有一个字 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 陈碧君执意要留在北京 他甚至想挖掘地道 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汪精卫救出去 其实最后救出汪精卫的 并不是陈碧君 但汪精卫却信守诺言 出狱之后 便与陈碧君 结婚了 1912年3月10日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并邀请汪精卫出任 广东省都督 这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 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官职 但是汪精卫蜿言谢绝了 对于汪精卫的这一举动 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和专家认为 当时的汪精卫对权力的欲望 还没有达到可以放弃自己的名誉的地 半年后 汪精卫与陈碧君 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 直到1925年 这种宁静被打破了 此时的汪精卫 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又该 如何选择呢 1925年3月 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一所大宅院里 孙中山已经并未到了弥留之际 经孙科 宋子文 孔祥熙等人商议决定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兼宣传部长的汪精卫 带孙中山起草遗嘱 3月12日 孙中山去世 直到最后 孙中山也没有明确的指定接班人 而当时已经42岁的汪精卫 成为了国民党内 呼声最高的人选 帮助孙中山起草遗嘱 也成为了他一笔厚重的政治资本 在汪精卫24岁那年 他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 因为刺杀 满清摄政王载风 一举成名 登上了政治舞台 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和重用 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的汪精卫 受到各界拥戴 他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淡泊名利的印象 那么在名与利的诱惑下 他是不是真的能不为所动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 广东大元帅府更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并选举主席一职 王精卫表面上一再推辞 说自己不能够升任辞职 作为妻子的陈碧军 也渐渐登上政治舞台 陈碧军逢人就说 自己也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 但是选举的最后结果是 王精卫以全票当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王精卫在选举中 也投了自己一票 在自己选自己的这段小插曲之后 王精卫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 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的高峰 可惜在王精卫与陈碧军看来 美好的时光维持的并不差 六十月之后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 蒋介石脱颖而出 以高票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支委会常委 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个无论是入党时间和革命资历 都远不如王精卫的蒋介石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 仅用了半年时间 便军政大权同时在握 在国民党内与王精卫一争高下 王精卫比蒋介石长七岁 当王精卫跟随孙中山左右 已经小有名气的时候 蒋介石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日本石棺学校的学生 当王精卫成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时候 蒋介石也不过才出路头角 这样一个小老弟却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和自己平起平坐 这是王精卫面子和自尊上都难以接受的 而让王精卫想不到的是 在国民党内一直高高在上的自己 不久就会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下去 蒋介石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 很快便拥有了一支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并以此为资本 开始广泛培持个人势力 随着在国民党中地位的迅速攀升 蒋介石的欲望也越来越大 借由中山剑事件 赶走王精卫的蒋介石 在1926年6月开始指挥北伐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 蒋介石由北伐军总司令制军事大权 迅速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权力 成为领想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领导者 之前一致高高在上的王精卫 从国民党权力的巅峰摔了下来 之后的几年 王精卫和蒋介石明争暗斗 却屡屡败下阵来 此时的王精卫已经完全成立一个追逐权力欲望的政客 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一次次失败 面对失败的王精卫一次次的选择外出 但他又放不下对功名利路的追求 又一次次的回到国内 数一数 从1911年到1936年 王精卫由于各种原因 前后出走法国达六次 虽然时不时的他会返回国内 但他始终挤不进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王精卫曾经多次跟人透露 他的自尊心 以及政治上的挫折 使他异常的恼怒 而相对于王精卫的恼怒 让陈碧君烦恼的是 人们怎么没有看到自己的美 身为王精卫的妻子 陈碧君渐渐觉得自己以前过于低调 帮他看到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经常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一态雍容华贵 举致高雅 很是风光 陈碧君的内心就不平衡了 陈碧君讥讽地说道 他是什么东西 早年我当第一夫人时 他在哪待着呢 明里蒋介石与王精卫在权柄上较劲 按理 陈碧君也与宋美玲较着劲 他一心要把宋美玲给比下去 于是陈碧君也开始涂脂抹粉 招摇过世 还经常挽着汪精卫的胳膊 一起出席各种会议 这种场合 很多人都会对陈碧君侧目 陈碧君还以为自己漂亮呢 于是 穿着貂皮大衣的他 把头高高的抬起 一张嘴唇 涂得血红血红的 这张照片上 站在汪精卫身高的女人 就是陈碧君 要说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甚至很多人说 他是民国的八大丑女之一 其实陈碧君并不丑 但是他一米五的身高 圆圆的脸庞 身材呢 也算不上苗条 所以远远的看过去 只是有些圆滚滚的 但是晚年的时候 陈碧君曾这样描述自己 爱好天然 不是装饰 除去爽身粉外 一生未涂过脂粉 很明显 陈碧君真是忘了 他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涂着红嘴唇 跟宋美玲比美了 王精卫和陈碧君 无不显露出 他们对权势的留恋 让他们苦等的机会 终于来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次机会呢 1931年918事件爆发 清皇日军 异口吞进了中国的东藩上 抗日就亡运动 此起彼伏 将戒指一位不抵抗政策 遭致举国反对 被迫通电下野 国民党内多位元老 点邀汪精卫主持大局 三个月后 一艘轮船驶进了上海码头 从船上下来的 正是在外漂泊多年的汪精卫 1931年1月28日 汪精卫出任了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2年3月6日 蒋介石复出 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汪精卫出任外交部长 一个主军 一个主政 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人 又走到了一起 1935年3月18日 汪精卫终于如愿以偿的 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当时汪精卫已经52岁了 脸上虽然透出干脸 但神情略显疲惫 有意思的是 时代周刊在描述 汪精卫的政治经历的时候 把他比喻为 鲸鱼的胡须 意思是容易弯曲 也能予以反击 而鲸鱼汪 也就成了他的代称 事实上 时代周刊不管是 选汪精卫作为封面 还是把汪精卫 比喻为鲸鱼的胡须 都是在暗讽 汪精卫的对日态度 已经变了 他的精须已经弯曲了 已经无法再舒展开来 予以还击了 神秘人物空降东京 他又为汪精卫 计划着怎样的秘密 他此次的东京之行是秘密的 是背着蒋介石去 秘密联系日本政要 汪精卫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答案继续为您揭秘 1933年初 妄图侵吞中国的清华日军 加快了进攻的步伐 1月 清华日军占领山海关 2月中旬 攻陷承德 热鹤省的大片领土 相继沦陷 在中华民族举国上下奋起抗战的时候 此时 有一个人却公开唱起了反调 他说 中国站下去 日本不免于伤 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这个人正是汪精卫 其实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生性懦弱的汪精卫 就产生了恐日情绪 他表面上轩然抗战 但私下里 却跟周围的人说 抗战必败 此时的汪精卫 已经对抗战胜利 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身为外交部长的汪精卫 企图在外交上 寻找谋求妥协的途径 从1933年开始 国民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 谈估协定 和美协定 变相地承认了 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战友 再次对日本让步 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 愤怒和失望的气氛当中 1935年11月1日 汪精卫遭遇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暗杀 1935年11月1日之6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 四节流中全会 开幕时后 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 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 于是多一的蒋介石临时决定 不参加合影 返回会议厅休息室 摄影刚完 一个人高呼着打倒卖锅贼 想正在转身的汪精卫 连发三枪 一旦射进 左眼外脚下全骨 一旦从后贯通左臂 一旦从后被射进 第六七胸挤住骨旁 刺客是暗杀大王王亚乔的手下 王亚乔是一个反蒋班会的首领 这次暗杀本来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但刺客看到蒋介石没有来 便临时决定更改目标 同样消极抗日的汪精卫 刺客孙凤明开完三枪之后 被当场击倒在地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舆论一面倒向了刺客孙凤明这边 汪精卫呢 身中三枪不算 声望也降到了谷底 当领他绝望的是 他身体内的一颗子弹 因为无法取出 从此就留在了汪精卫的后背脊椎骨上 伤口常常会发炎 这次的打击对于汪精卫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先不说身体的伤 刑刺者成了被刺者 革命者成了大汉奸 汪精卫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能够东山再起的机会 更渺茫了 看到汪精卫的境遇 以夫为贵的陈碧军也着急了 曾经第一夫人的头衔让他无法停下 对于权力的追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汪精卫和陈碧军把自己的前途命运 记在了日本人的身上 而连接他们的人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是国民政府内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也曾以对日关系专家的身份 被蒋介石亲自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官员 与日本军政界不少人都颇有交情 按道理说 提拔高宗武的人是蒋介石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高宗武却是汪精卫的心腹 也许正是因为一场谈话 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 国民政府上下就如何应对 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蒋介石为此特意请来了 还在上海养病的高宗武 想听一听他对于抗战的意见 当时在场的除了蒋介石 高宗武 还有 汪精卫 当时高宗武就提出 其实在日本国内 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不愿意和中国全面开战的 他表示 要以自己的热忱 却说服日本首相禁卫文魔 让日军从华北撤军 听完了高宗武的话 蒋介石默默的没有出声 倒是一旁的汪精卫 表现出了几分赞许 让他继续努力 一天之内 蒋介石和汪精卫 对待自己截然不同的态度 自然让高宗武内心的天平 倒向了汪精卫这边 后来高宗武在他的回忆录中 就写下了 蒋先生冷酷 而汪先生温暖的话 这次谈话 让汪精卫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其实 想与日本人和谈的想法 他早就有 这次听到高宗武这么一说 与自己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汪精卫觉得 这次 自己是找到盟友了 自龙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军队在前线屡屡失利 很快上海沦陷 南京危急 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 而在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 国民党内部有一撮势力 渐渐的形成了一个 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内的成员 都是一些对抗日态度 持悲观或者绝望的国民党官员 其中包括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 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陶锡胜 国民党中央法治专门委员会委员 梅思平以及高宗武陈碧军等人 他们常常在重庆的汪精卫宅邸碰面 对于政府高调抗日的言论表示不满 认为中日作战势必两败俱伤 如此的汉奸言论被他们说的是冠冕堂皇 而我们之前说的高宗武则成了汪精卫 与日本关系里的关键人物 就在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高宗武悄悄的去了日本 他此次的东京之行是秘密的 是背着蒋介石去的 1938年7月 一艘名叫皇后号的日本客轮从香港开出 五天以后停泊在日本的横滨码头 从船上下来一个戴着金字边眼镜的小个子中国男人 这个人就是高宗武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高宗武频频出现在日本首相和一些军政要员的家中 这是他首次不以国民政府的名义 而是以汪精卫心腹的身份到日本 目的正是为了和日方磋商一下有关于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的 惊天计划 计划就是汪精卫要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建立新政权 在东京新桥的旅馆中 赢佐珍昭和全阳健等人接待了高宗武 据全阳健的回忆录记载 赢佐珍昭表示 只要中国启用第一流的人物代替蒋介石和日本政府合作 展开和平运动 他们愿意撤出在中国的军队 高宗武急忙阴导 方精卫是个不错的人选 1938年日军在华中华北前线 咄咄逼人 气焰嚣张 这个时候他们却要求和谈 他们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事实上 日军虽然接连占领了上海南京 但也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损失惨重 对中国的攻势也已经开始逐步减弱 因为此时 日本国内的资源物资越来越紧张 国内矛盾也愈发尖锐 日本急需摆脱战争的泥沼 随后日本禁卫文魔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日本方面做出了两手准备 如果国民党政府投降屈服 可以谈停战问题 如果不屈服 那么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 要加强政治攻势 辅持亲日反共势力 得知日本人有意和谈 领利新政府的汪精卫 哪顾得上国内的战事如何 他催促高宗武尽快签署停战协定 在国民党内 汪精卫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他仅仅凭着一时的失利 把战败和迁都都当成了亡国的征兆 还为此开始谋求和日本人合作的机会 并一再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找借口 声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实在是让人不吃 高宗武作为崇光堂谈判的当事者 事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记录了11月20日 他代表汪精卫签订中日协议记录的情况 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主要的有六点 第一条 缔结日华防供协定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 营业的自由 日本承认废除在华之外法权 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借 第五条 中国因补偿因事变而造成 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 但日本不要求战费 六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 奉天本来就是满清带回来的嫁妆 他们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汪精卫 便按捺不住 但要公开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汪精卫 犹豫了 最终成立傀儡政府 火国殃民 汪精卫为何执迷独物 他完完全全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受日本人的控制 与摆布 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夫妇 又将落得怎样的下场 答案继续 为您揭秘 送走了前来送文件的梅思平之后 汪精卫转身进了卧室 他拉上窗帘 打开台灯 把蜜月仔仔细细的又看了一遍 这个时候 夫人陈碧君从外面回来 汪精卫又把蜜月递给夫人 两个人低头商议 但在商量到汪精卫是否该马上 上出逃时 两个人产生了分歧 陈碧君主张马上就离开重庆 公开祥日 他对抗日是完全失去了信心 陈碧君说 日本人既然能够打下华北 打下上海 打下武汉 那他就能打下重庆 打下成都 打下全中国 到时候 抗日分子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咱们可不能跟着蒋介石跑 做蒋的殉葬品 虽然汪精卫已经决定要和蒋介石决裂 但是真想要走出投降日本这一步 却也不是一件说走就走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一脚要是迈出去 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汪精卫知道 如果投降日本之后 日本人不讲信用 所签条约不能兑现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他最担心的 还是自己公开祥日之后 会成为千夫所指 万人唾骂的历史罪人 再说 此时蒋介石就在重庆 汪精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哪敢轻举妄动 汪精卫是坐卧不宁 急得团团转 一直在寻找着 出逃的机会 十天后 机会终于来了 十二月十八日清晨 这天蒋介石飞往陕西武宫 出席一个会议 临走之前 蒋介石交代 重庆方面的工作 由王精卫全面负责 蒋介石一走 王精卫就急忙活动起来 他们弄到了当天飞往昆明的机票 临行前 王精卫环视机场 看似非常轻松 而一旁的陈碧君 则催出王精卫赶紧出 王精卫一行人 奔上了离开重庆的飞机 飞往越南河内 王精卫刚到河内 就心神不宁地摔伤了腿 就在他养伤期间 王精卫发表了 丑名昭著的叛国宴殿 日本提出的方针 对王精卫准备组织的新政权 从政府组成 政体施政方针 到横加干涉 这意味着 王精卫的政权 是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 王精卫面临此种境地 他会如何抉择呢 1939年5月31日 全国军民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 一架专机降落在东京机场 飞机上走下的正是王精卫 王精卫此时到东京的目的 是为了与日本首相 平召齐一郎会谈 祈求建立伪中央政府 六天后 日本内阁通过建立 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决定扶持王精卫伪政权 并与王精卫秘密签订 日华新关系调整药缸 中日全民战争爆发后 日本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 每占领一个地区 就扶持一个汉奸 建立傀儡政权 曾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王精卫 一直是王国论的鼓吹者 而日本政府也瞄准了他 对他寄予厚望 企图通过利用王精卫 风化抗日阵营 早日结束战争 顺利侵占中国 日本的野心 王精卫怎能不知道 但是从日本回国后 王精卫马上着手 组建伪中央政权 而在敌战区 进行监抗战的几十万 上百万同胞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灾难 此时王精卫的身上 再也找不到当初 那个热血清炎的影子 他完完全全 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守日本人的控制与摆布 王伟政府成立后 先是收编了国民党降日部队 并且收买地痞流氓 建立伪政府军队和特务组织 之后 在王精卫伪政权的管辖范围内 捕杀抗日爱国人士 协助日本搜刮沦陷区 并强制收买棉杀棉布 以供侵华日军的需要 甚至推行奴华教育 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 1943年1月 王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 声称效忠日本 并在之后多次去日本 拜见日本天皇 及日本军方首脑人物 其中包括东条英姬 土飞原先二等日后臭名昭著的 甲级战犯 此时的王精卫伪政权 彻彻底底的成为了 日本的傀儡政权 而一直梦想着成为 中国第一领袖的王精卫 成了令人唾弃的 中国第一大汉奸 自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 心情日趋恶劣 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原本外表英俊挺拔的他 也日益变得猥琐 勾勒 1942年 汪精卫卧床不起 经过日本陆军医冠的检查 八年前 在国民党部遇刺时 留在他身体里的那颗子弹 是他日渐衰弱的病儿 1944年 王精卫 克死日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年 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中 国民政府逮捕了包括周福海在内的200多人 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汉奸大审判 这一次的汉奸大审判是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集团 王精卫 王精卫 美政府的全面清算 唯一没有经历这次审判的 恰恰就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1944年 克死日本的第一号大汉奸 王精卫 王精卫 撒手亏天 陈碧军 也失去了靠山 1945年 抗战胜利 陈碧军被蒋介石诱补 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1959年6月17日 陈碧军因肺炎转为心理衰竭 病死在上海提兰桥监狱的医院里 十年68岁 陈水扁曾经台湾地区的风云人物 他在风光中开启家族必然的大文 终止自己锒铛入狱 陈水扁狱中给妻子吴初珍写了一封怎样的信 竟然惹得一片骂声 你们夫妻俩还能再不要脸一点 台上慷慨激昂的陈水扁 论意中挥手微笑的吴初珍 陈水扁 吴初珍夫妇 一首导演的爱情故事 现实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信中吴初珍痛骂陈水扁 不断地以绝食 行使坚默权等手段抵制司法 谈污洗钱 面对多项指控 陈水扁 吴初珍夫妇二人相互推卫 即日恩爱夫妻迎合反目成恨 很多人评价陈水扁现在的处境 常常说这么一句话 成业阿珍 败引阿珍 大案为您揭秘 陈水扁 吴初珍夫妇 有贪欲 书写的悲凉人生